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的2月3号 星期六是农历的12月18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跟大家继续讲我们的白化佛法 其实我们经常讲 佛法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这个卑制双运 要有慈悲心 要有智慧 在人间必须要有慈悲心 要有智慧 所以呢 不管呢 做什么事情啊 最重要的是 要懂得慈悲 因为当一个人慈悲的时候 他慢慢的 他会放下很多 当一个人能够慈悲别人 他的智慧就在不断的上涨 所以 学佛 要懂得怎么样来 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慈悲 变得越来越能够 让 这个自己和别人呢 都处于一种菩萨的 这个心境 心态当中 所以我们 学佛 就是要测悟 彻底改变自己 所以 真正的学佛人 是能够要看破 对人间的一切 不要执着 对所有的事情 都要知道 它是无常的 无常的 因为对人间很多的误会 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执着 因为觉得别人总是在 伤害自己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 缺少智慧 变得越来越愚痴 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当中 不管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 最重要的 就是要一种觉悟心 你没有慈悲 哪来的智慧 你在学佛当中 又要有智慧 又要有悲悯心 你才能会变得越来越 这个 越有悟性 所以 有时候 佛法 就是 起悟 开悟人生之法 是让你 觉悟之法 让你懂得这个世界 应该怎么样 来改变自己之法 所以很多人 都非常的 有智慧 选择了学佛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懂得 学佛呢 就是 智慧 因为只有佛法 才能改变我们人 那个 佛教呢 产生于古英代 古代的印度时代 但是呢 传入中国之后呢 根据呢 那个 长期的演化呢 和中国的 鲁家文化 和道家文化呢 融合发展 最后呢 就拥有了 我们 自己的 这个 这个 佛教的生涯 中国的 中国式的佛教 实际上 也是 一种佛法 佛法的传承 和演变过程 所以我们 怎么样来 看待 佛法 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 能够 对佛法 一个更生动 更全面的认识 那就是要 看你智慧的 抉择了 采长经常说 一个人 有智者 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有悟性 一个人没有智慧 他一定没有悟性 能够感悟到 这件事情做错了 或者做得对了 那你的悟性 就开始启发了 所以要解脱烦恼 想要让这个 说破世界的人 从黑暗 慢慢的走出 走出 这个 走向光明 那么就要开始 要寻找 那个光明的因素 那么我们做人 光明的因素 是什么 就是要 放弃人间 混乱的思维 把自己人生 变得平和 和爱 不要去探诚词 所以要懂得 改变自己最要紧 很多人一辈子 不懂得改变自己 因为总是想去改变 别人 所以他已经 执着于我相 所以为什么 菩萨叫我们 连忏悔都要 无相忏悔 也不能有我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众生也好 一个人也好 要怎么样懂得 真正的怎么样懂得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要学会控制自己 怎么样去除我相 有一个凡人 转为一个圣人 因为圣人 他是具有光明心的 他是脱离了黑暗的 只有很多人 没有光明心 他才会把自己 内心的一些 嫉妒 烦恼 由自己的 这个爱 变成了恨 嫉妒心 变成了 成恨心 所以 从贫苦 变成了 这个 更贫苦 因为他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这么贫苦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懂得这个道理 怎么样能够来 让自己呢 继续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成熟 变得更有 这个 福田 种上善良的福田 所以呢 广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慢慢的 能够让自己 得到法喜 无相忏悔 这个 毁过自己 一切 忏悔自己 过去做错的事情 然后 来毁过 自己已经 存在的恶果 让自己慢慢懂得 这是真的忏悔 我 这个 后悔 其 就是后 毁其后果 就今天已经觉悟了 我已经明白了 我不会再做 乱七八糟的事了 我真的迷惑 从迷惑 颠倒 我到自己 完全开悟 这叫真颤 所以做错的人 实际上 就是一步步的 在往上 就像菩萨讲的 四红院 也是一步一步的 首先你要想到众生 你就是有大智慧 众生无边的 十元度 对不对 那么 烦恼无尽十元段 因为烦恼 作为一个学佛人 都要 好好的来 化解它 这个烦恼 先把自己 自身的烦恼 去除 然后一个大成 一个小成 法门无量 十元学 它本身 就是 大成小成 都要学的 都要学的 是中成 然后佛道无上 十元成 那就是 我们说的 大成佛法 大成佛法 所以 一个头和一个尾 都是大成 第二到第三 讲的是 小成和中成 所以 最重要的 就是归于到 佛道 无上 十元成 我们最终的目的 不是要 把自己的烦恼 断尽 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要断尽 烦恼之后 学佛 学法门 然后成佛 成道 所以 烦恼无尽 十元段 之后 才会拥有 这个 法门 无量 十元学 才会拥有 佛道 无上 十元成 是希望 大家好好的 努力的学 你想想看 法门 有多少 所以一定要 好好地学 所以很多人 学了一点 佛法了 好像又 忘记了 马上又不好好 就希望大家 能够精进学佛 精进学习 慢慢地 慢慢地 才会真正地 放下 好 今天给大家 白化佛法 就开始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